菲律賓一個媽媽 上個月在社交網站 分享女女食蟲的影片 一大碟米黃色肥蟲不斷蠕動 年幼的女童一點都不怕 徒手把蟲捉起來塞進口中 吃得津津有味 旁邊的哥哥想吃一口 被大哭的妹妹趕走 其中一隻肥蟲跌落地 妹妹才捨得 撿起身跟哥哥分享 不少網民見到都覺得反胃 但叫很噁心 留言批評媽媽為何被女女食蟲 甚至有人質疑是虐待兒童 這位媽媽事後解釋 這碟肥蟲是可以食用的椰子蟲 可以給孩子補充蛋白質 但這個媽媽仍要面對巨大的輿論壓力 她向菲律賓知名主持人托伐求助 托伐後來公開為這個媽媽澄清 消除外界的誤解 椰子蟲是一種甲蟲的幼蟲 生長在椰子樹上 以食樹森為生 可以油炸、燒烤或生食 具指多汁和有清甜味 在越南被視為特色美食 但在菲律賓就比較少人吃 菲律賓有營養學家說 目前沒有人因為食椰子蟲而喪命 椰子蟲除含有蛋白質外 還有豐富的鈣和鐵 但建議食椰子蟲之前 必須清洗乾淨 才不會食癌細菌落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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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